提起这件隐秘的往事时 朱元璋的眼神立马变得犀利起来 一旁的汤河挣了一会后 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他的这个大哥 还在怨恨当年李善长的背叛 可汤河却还是没想明白 我说大哥呀 当初您不是亲口告诉我 永远不再提起此事吗 现在怎么又将这件事拿出来说呢 可有人却认为 咱们把那件事给忘了 谁呀 李善长 汤河见此哪敢再说下去 连忙端起酒碗喝了一口压压惊 此时他的内心OS 大哥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呢 这是有多大的人格洁癖啊 嘴上说的风轻云淡 其实内心有着他自己的小本本呢 简直不要太可怕 其实像李善长这样的人才 朱元璋肯定是要重用的 但前提是他必须要过了自己这一关 李善长这边 被朱元璋冷落了一晚上的他 终于等来了汤河 李先生 上位请您去讲学